报数 一 两 二 三 四 报告校长 赢到四人 迟到四人 奇怪 应该到五个人 怎么只有四个人 重新报数 一 两 二 三 四 王后校长 还是四个人 这是怎么回事 一 二 三 四 五 是五个没错呀 你们是怎么报数的 王后校长 你数错了 应该是一 两 二 三 四 为什么 不是一 二 三 四 五吗 同皇王国的数字二 还有两 都要参加报数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 老师 您放心 我们正准备去数字王国 问数字国王呢 那太好了 你们快去吧 班学贝尔 熊妹大宝 你们来我们数字王国 有什么事吗 数字国王是这样的 我们同皇王国的数字二 还有两 都要参加报数 对呀 这样我们都没有办法 好好报数了 现在我们报数都是 一 两 二 三 四 就是 王后校长都说我们了 什么 数字二和李昂 狗端端的 怎么都要参加报数 是 喂 快去调查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是 数字国王 你可要好好管管他们 你们别着急 我会调查清楚的 同王 我们把二和两带来了 你们都可以放开我 数字二和李昂 你们为什么都要参加报数 是这样的 我吃一个大汉堡 我吃两个大汉堡 一加一等于二 班学姐姐 你怎么不说你吃二个汉堡啊 不就是吃两个汉堡嘛 可是一加一等于二呀 应该是二个汉堡 对呀 班二姐姐 就是呀 一加一等于二 怎么是吃两个汉堡呀 熊尾白雪 就是吃两个汉堡 班二姐姐 一加一等于二 是二个汉堡 哎呀 你们好烦呀 我不跟你们一起了 哈 班二姐姐明明就是错的 我也不理他了 都怪你 小朋友们都吵架了 什么的 明明是你的错 我说一加一就是等于二 就是二个汉堡 我说你们是两个汉堡 那我们比一比 比就比 小朋友们肯定更喜欢我 原来是这样 喵喵 我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 两非要来等我 我才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 是你打乱才对 我明白了 数字二还有两 你们都代表同一个数量的东西 只不过要用到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高数的时候是一二三四五 吃汉堡的时候是两个汉堡 我知道了 我们还会说两个东西 而不是说二个东西 那我也知道了 我们会说两个羊 然后还会说第二一 是的 所以二和羊都是我们生活里不能缺少的 那我们谁最初小朋友喜欢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二就发色666 喜欢羊就发色的就叫告诉我们吧 喜欢这个视频就带关注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白雪 彩虹有几种颜色 九 回答错误 熊妹你来回答 17招 答对了 白雪你记住了吗 十一 白雪你在说什么呢 八 不对 白雪你怎么回事 熊妹不是告诉你了吗 怎么还是记不住 二十五 白雪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十二 哎呀白雪你真是气死我了 白雪你真好奇怪呀 我怎么变成这样 白雪妈妈做的饭好吃吗 十 真的吗 真是太好了 明天妈妈还给你做饭好吗 十九 这孩子妈妈跟你说话呢 你说什么数字呀 十七 白雪你是不是学习太累了不想说话 那你就早点睡觉吧 二十三 魔后妈妈也听不到我说话 呵呵呵呵 这个怎么办呀 白雪姐姐你知道去动物园该走哪条路吗 十七 十七 白雪姐姐这是什么意思呀 十二 白雪姐姐你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呀 十五 小雪我来告诉你吧 你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就能到动物园了 我知道了 大宝哥哥谢谢你 小雪你自己去动物园吧 我们还要时就先走了 大宝哥哥和白雪姐姐熊妹姐姐都好奇怪呀 熊妹白雪怎么和美好呀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他从昨天开始就是这样 不能说话只会说数字 这也太奇怪了 白雪不会是生病了吧 十五 不是这样的 我该怎么告诉他们呀 有啦 我可以这样 吴伯伯 白雪 你是要我们去找吴伯伯吗 十六 十六 熊妹 白雪肯定是这个意思 咱们快去吴伯伯家吧 吴伯伯 你快帮帮白雪吧 事就是这样的 哦 这个真奇怪 让我用回忆之镜看看 回忆之镜 看 黑暗魔王 你怎么能抄别人作业呢 老师说了 这也要自己写 不能抄别人的 我知道了 你千万别告诉老师 我先吃辣条 再吃雪糕 真爽呀 黑暗魔王 你怎么能雪糕和辣条同时吃呢 这样会拉肚子的 咱不会呢 我一直都是这样吃的 黑暗魔王 真的会拉肚子的 你就听我的吧 我说不会就是不会 你别再说了 真烦人 可是 我是关心你呀 白雪真是太讨厌了 我做什么他都要捞的 看我的 黑暗魔法 这下 白雪就只能数对方说了几个字 再也不能说话了 原来 白雪是中了黑暗魔法 才会变成这样的 黑暗魔王 也太够无了 不不不 你快救救白雪吧 无啦啦 回复之力 我终于可以说话了 小妹大宝物婆婆 谢谢你们 白雪 你怎么回复了 黑暗魔王 你只要好想出现 看我怎么教训你 不要啊 我知道错了 那天回家以后 我真的拉肚子了 我不应该不听白雪的话 白雪 对不起 我向你道歉 黑暗魔王 只要你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我就原谅你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吗 记得点赞关注我们 我们下次再去 白雪贝尔站住 你们没戴安全头盔 不能进 为什么啊老师 这是童话王国的最新规定 没戴安全头盔的人 不能进入教室 来给我来了 熊妹可以进 凭什么我不能进 我正好进去 好疼啊 不让紧拉倒 我还不想上课呢 白雪 我们走 妈妈 我们回来了 什么 白雪贝尔 你们既然不戴安全头盔 那你们不能再在家里了 快离开吧 为什么啊 我自己的家里 为什么还不能呆了 我哪有不去 就在家里 既然这样 那我只能这么做了 出来吧大脚 好疼啊 怎么家里也不让呆了 白雪姐姐 那我们去游乐场玩好了 好啊 那我们快走吧 哇塞 这么多好玩的 快走开吧 学贝尔 你们没有安全头盔 不能进入游乐场 怎么又是安全头盔啊 学校和游乐场都不让进 家里也不让回 那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白儿姐姐 我们得去找到安全头盔啊 可是 我们去哪里找安全头盔啊 白儿姐姐 我们去前面商店里看看吧 商店里一定有卖安全头盔的 老板 你这里有安全头盔吗 当然有啊 好了 那我们想要两个安全头盔 没问题 我这就给你们 航华王国全体人员请注意 所有人 都不许给白雪贝尔安全头盔 我不能给你们了 你们还是快走吧 怎么这样 这下 我们去哪里找安全头盔啊 要不 我们去问问精灵仙慈吧 精灵仙慈应该会有办法的 白雪 你真是太聪明了 精灵仙慈 你可以给我们两个安全头盔吗 当然可以 白雪贝尔精灵魔法 这下彻底完了 精灵仙慈也消息了 我们没地方可去了 奇怪 教室里怎么这么安静 白儿姐姐和白雪姐姐 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熊妹 不许再提白雪和贝尔 他们两个就是没带安全头盔的坏孩子 坏孩子是不能留在童话王国的 不许的老师 白雪贝尔和贝尔 姐姐她不是坏孩子 我要去找他们 熊妹 现在是上课时间 不许去 不许老师 哼 我得一块去看看 可不能让熊妹坏了我的好事 我们现在没地方可去了 你们这两个没带安全头盔的坏孩子 怎么还在童话王国 快离开 我们不是坏孩子 是熊妹 叔叔 白雪姐姐和贝尔姐姐不是坏孩子 你不要跟他们走 哼 没得安全头盔的 都是坏孩子 不能留在童话王国 我可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是黑暗魔王 白雪贝尔 你们怎么还没走 我们不想离开童话王国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 为什么老师要赶我们离开童话王国吗 知道的话 请找出以下哪个东西是大宝 熊妹贝尔变的 我们弟兄应该是贝尔 答错了 居然不是 答错要吃一百根苦瓜 什么 我最讨厌苦瓜了 不加提 这是熊妹 大宝 还是贝尔 我没注意过他们的情 屏幕前的小朋友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 原来是熊妹啊 回答正确 奖励一百根冰棍 只要不让我吃苦瓜就行了 幸好有小朋友帮我 第二轮 给大宝猜了 你下哪个 是真正的贝尔 贝尔是我们几个人最高的 第三个肯定就是他 第二个是白雪吧 他带着蝴蝶结呢 虽然我被你发现了 但是你猜错了哦 我才是真正的贝尔 你忘了 我才是最高的 贝尔怎么变成最矮的了 想不到吧 我穿了增高鞋定 好棒 大宝的惩罚是吃一百包辣条 这算什么惩罚 我都吃一千包 那就给你一千包 好辣 太辣了 我只能吃一包 这什么可以辣条 你自己说能吃一千包的哦 第三轮 熊妹来猜 下面哪个大鸡蛋是大宝变的 我马上就能讲到大宝 最大停下的鸡蛋就是大宝变的 最后停下的是煮熟的鸡蛋 二号三号应该是生鸡蛋 答对了 想力一百 哇 我讨厌吃鸡蛋 评不清的小朋友 你们知道熊妹是怎么答对的吗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最后一轮 难度升级 请找出房间里哪些东西 是大宝他们变的 枕头是熊妹变的 没错 被发现了 熊妹 这个枕头的长度和你的身高一样 很容易看出来啊 还有大宝哥哥贝尔迪和班师姐姐呢 你一定变不出来 照片里的大宝就是真正的大宝 大宝变的东西也太简单了 那你能找到贝尔和白雪吗 刚才我踩到一块地板有点摇滑 一定就是白雪或者贝尔变的 这也能被你发现 要不是你晃了一下 嘿嘿 我也想不到 那又不是因为你太重了 我找不到白雪了 平平前的小朋友 你们发现他了吗 哦 原来白雪也在照片里 找到大宝就大意了 黑魔王全都找出来了 奖励变变变仙女棒 以后 你可以用仙女棒变身了 我才不想要仙女棒 我想要 小朋友们 运动会了 耶 我最喜欢运动会了 偷勤每个人的运动场地 这里有蓝色 紫色 红色 黄色 四种颜色的盲盒 你们谁先来 我先来 我喜欢红色 我要红色的盲盒 给大宝 大宝 是花瓶丑 等等 我有比赛火瓶 当我了 我要蓝色的 开 是体操场 我是不是要比赛打篮球呀 当我了 我选什么颜色呢 小脉 你喜欢什么颜色 白雪雪雪 我喜欢广色的 那我就选紫色的 好色的给熊妹 我这是操场跑道 难道 我要参加跑步运动 我这是下课 这是干嘛的呀 熊妹 你的应该是跳舞呀 你们的运动内容 也是抽起来决定 这次是瓜瓜乐 来决定运动项目 熊妹最小 熊妹先来 嗯 数字三是我的幸运数字 我选数字三 呀 是跳高运动 当我了 我选数字五 啊 居然是体操 大宝 你要当华兵场表演体操运动呀 华兵场怎么做体操呀 王后校长 我可以换一个运动吗 不可以 一个人只有一次选择机会 好吧 当我了 我选数字二 啊 是滑冰 贝儿到你了 我选什么呢 嗯 我想想 我选一还是选六呢 啊 我还是选一吧 呀 是跑步 我最擅长跑步了 接下来 转转盘决定运动装备 这次白雪先来 我转 是充干还有手套 白雪 给你充干还有手套 到我了 我转 是滑冰鞋 贝儿 给你滑冰鞋 啊 我是滑冰的 我才穿滑冰鞋呢 下一个 熊妹 我转 是体操服 我转 是跑步鞋 给熊妹体操服 给大宝跑步鞋 好了 你们现在可以带着装备 到对应的项目和场地 参加运动会了 我的场地是滑冰场 运动项目是体操 运动项目是体操 运动装备 居然是跑步鞋 我是加工 跳高运动 但是我拿到的装备 是体操服 我那是草刀跑场 可是我要滑冰 装备还是衬杆还有手套 我是到体操场 运动是跑步 可是我居然拿到的是滑冰鞋 这个怎么办呀 小朋友们说 我们可以互相交换 对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 我擅长跑步 我和白雪换操场跑道场地 和大宝换跑步鞋 我现在还是操场跑道跑步 我还有跑步鞋 我可以去参加运动会了 我想去参加滑冰 那我需要和大宝交换 滑冰场和滑冰鞋 现在我们两个交换 在装备就可以了 熊们给你冲钢和手炮 大宝给你体操服 耶 我们可以去参加运动会了 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什么运动呢 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吧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我们下期更细上 轮位 Fred feedin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